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,经历过无数朝代的变迁,所遗留下来的瑰宝更是数不胜数,然而这些瑰宝都被收藏在那些古代权贵的手中,并且在古代权贵死后,将这些瑰宝以陪葬品的方式带到了墓穴里,所以古墓是最能找到古代文物的地方。 1991年,一位湖南农民在种地的时候一不小心发现自家土地下面。 8字解读人生,风水改变命运,大家好,居士,从业风水26年,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 针对8字测算,风水布局,命力分析,事业财运,首相面相,感情婚姻,有独到专严见解。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,情感不顺,诸事烦心,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,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 记住微信26682135。 在考古队的仔细搜索下,古墓中共出土了78件珍贵文物,它满各个价值连城,其中还有一件宝物更为罕见,这件古物名为神兽文玉尊。 据专家介绍,这个神兽文玉尊是当时古人们用来成久的器具,并且该物品用纯玉制作而成,其价值可想而知。 而在中国现有的尊器中,低估全部都是由青铜器和铜器制作而成的,只有这个神兽文玉尊是玉制尊器。 这也填补了我国在玉尊研究方面的空白,最后国家为了不让这件罕见的文物受到损坏,便将它保存在了湖南省博物馆中。 一方面可以方便研究,另一方面可以供人们进行参观。